當你拒絕小孩邀請 最其他什麼 小孩跟你 B 找外人搬救兵 來喔 A還是B 請選擇 生夢氣 像我女兒之前 她就已經滿十八歲 就是可以超過十二點以後 可以回來 所以她那時候 一滿十八歲的時候 她就跟她同學約好了 要去KTV唱歌跟女生 女同學一起去夜唱這樣 那我們覺得 你們都是十八歲的小女孩 去夜唱這件事情 會不會很危險 因為沒有男生 那我就跟她講說 還是不要去 那妳十八歲的時候 妳還不只夜唱 妳閉嘴 還有夜遊 都那麼養食好不好 有時候想想自己 再想想別人 我們總是媽媽要在小孩 形象要好一點對不對 所以總是要假扮一下 就跟她說 女孩子這樣子不好 不要去...這樣 所以就有禁止她去 那她就有偷跑 因為你知道我們家就是 有前門跟後門 她房間是可以從後面的 跑出去的 那其實我們就不會知道 我要回台北之前 要去坐高鐵 我都會去每個跟 每個小孩親一個這樣 一開我女兒房間門 沒人消失 打她行動電話 她也不急 我想說她一定偷跑出去 竟然不讓她出門 她還跟我出門 我就好好的等著她回來 我就坐在客廳等她 然後一回來她看到我這樣 妳怎麼沒有回台北 她以為我回去了 我說我在等妳回來 為什麼說不可以出門 妳還跑出去 然後她就 我就十八了 我什麼十八 十八就可以說出門就出門嗎 妳有沒有問過媽媽 媽媽有准許妳去嗎 妳爸也答應了嗎 然後她就不講話 就去房間 然後進去就摔 我也要 摔東西 妳這樣去摔那些東西 我會去拿棍子揍她的 去拿棍子了 浴場的棍子 對 我就去拿棍子 什麼什麼什麼 浴場的棍子 浴場就什麼東西 不用浴場 我現在本來 誰手都有愛的小手 然後我就要去揍她 你知道嗎 然後她就說 我已經十八歲了 妳不要再揍我 妳可以跟我好好講 我說好 那我們可以好好講 可是妳不要在那邊 給我生悶氣 然後她就是 自己在那邊生悶氣 然後電線就完全都不理我 真的一個禮拜 都沒有再跟我講話 怎麼喝 反正她還是要有求於我 她就會來跟我喝 沒錯 我自己是批耶 我覺得班舊兵比較過分 我舉個例子 有一次我小兒子他就是 因為我一到五都不准 她們玩任何平板電腦什麼的 那六日可以 結果剛好最近她們 孩子們之間流行一款遊戲 她就很想要玩 結果她就剛好那天是 因為她們要一起游泳 同學媽媽就送她回來的時候 她就一直跟我傘傘說 媽媽 我想要 今天可以跟那個誰誰誰 玩一下那個什麼什麼遊戲嗎 然後我就說不行 我們不是已經說好 一到五就是不能玩 今天禮拜七 禮拜三 對 禮拜三就是不能玩 所以假日的時候 你們再約好嗎 她就說 我就說吧 我媽媽不會讓我玩 她就開始在那邊給我裝失落 然後她就去叫別的媽媽來 然後說 怎麼辦 怎麼辦 我媽媽不讓我玩 然後人家媽媽也很尷尬 但因為人家就是獨子 所以她們是真的很疼愛小孩子 然後她就說那個 因為今天我兒子生日 然後我有答應她們說 就是她可以玩一下 那她一個人玩也是滿無聊的 然後她就說 我兒子可不可以陪她玩一下 然後我就 氣死我 心想說 我就說不行 然後可是人家又說 她兒子生日怎麼辦呢 對 妳也不要搞得那麼雞扯 對 然後我感覺 妳就很... 對 我好像就很給面 然後我就說 我這個時候我就看了一下 我就說 好啊 好啊 好吧 那我說 那可能只能玩到 例如說八點 就給她一個時間限制 也不能太久 像這種同學生日 我可以給個面子 但我有剛才講說 我們的原則就是在這邊 我們就特別討厭 妳把所有的悶氣 全部出在我們身上 我就很討厭這一點 對不對 像我兒子 那一陣子呢 剛好她可能學校不曉得 課業壓力大 還是遇到什麼狀況 心情都很低落 很差 每天回來 然後那個臉 就跟包子臉一樣 好啦 第一個禮拜 到了週末了 就說 我心情真的很低落 我們可以出去逛一逛嗎 我說好... 陪妳出去走一走 不錯 透透氣 好啦 一出去 回來一定 好幾代 因為看到衣服 看到鞋子 因為喜歡 妳說要買 妳要不要讓她買 那心情那麼差 好...買... 買個幾天回來 那她心情當天就好一點了 等到禮拜一開學再去 那個禮拜 她一樣心情沒有好 所以她只是一個過渡期 所以第二週的週末說 我們可以去什麼 澳壘走一走嗎 澳壘啊 心中雖然覺得隱隱的 不太對勁 我們還是為了孩子說 好...去走一走 妳的散散喜歡 然後又提兩代回來了 又提回來了 那我就覺得心情... 我覺得有 變成妳心情不好 因為我心情很厲害 妳的心情覺得都是小事 變成妳心情不好 的話妳又去百貨公司 然後又提兩代回來了 然後妳們家會傳染 妳去... 沒有... 唱平心情好是 把提回來了 上網再拍賣掉 她心情... 我都賣 然後後來到第三個 週末的時候 她心情還是沒有迴轉 然後又說 我們可以去走一走嗎 我就不客氣了 因為我覺得 Ken 我說妳用買東西這招 這是我最討厭的 因為買了東西 妳只是當天晚上妳舒服 可是她無助於妳改變心情 妳有沒有懷疑過 她是為了想買東西 然後假裝心情不好 出錯網上 對 妳怎麼知道這樣 才會讓爸爸心情不好 難道她算不成 演員訓練班 妳這樣講完之後 她接受嗎 沒有 那她就不講話了 那不講話之後 我想說好 我不管 因為我就覺得 妳這個方式我要明講了 然後到了吃晚餐的時間 然後大家說 在吃飯 那媽媽也會跟她聊天 就覺得她就在悶 所以媽媽說 Ken 上禮拜去練球怎麼樣 打得好不好 還不錯 都很正常 然後我就 我也聊 我說Ken 那個昨天妳的考試還可以嗎 就這樣 就這樣 就不理 我說那妳今天功課多嗎 就這樣 我看到這個反應 打他 火又快上 然後我不打人了 然後我就說 現在是怎麼樣 我說如果妳信心不好 妳把問題 好好的丟出來 爸爸幫助妳 應該怎麼去面對跟結局 我可以協助妳 不要用這一套 我說這一套 我最討厭 對我絕對無效 我只會更生氣 有話就講 然後他就上下間 還是不講話 我說沒關係 我說因為我太懂妳了 妳消化一下 消化完了 妳今天晚上要找我聊 妳就來找我 如果今天沒有信心 要找我聊 妳過兩天 等妳可以聊 妳來找我 我隨時會跟妳聊 已經是很大的讓步 對 所以後來是過了兩天 她來跟我講 妳有沒有發現 她給的最珍貴的是什麼 時間 她陪妳一次Outlet 一次百貨公司 她給了她兩個禮拜的機會 對 然後再一次問妳 然後妳要願意來跟我談 這些都是最珍貴的東西 其實是真正幫助她的是 這個陪伴的時間 幫助這個孩子 拒絕小孩 A還是B 當妳拒絕小孩要求 最其他什麼反應 聽聽QO要怎麼說 我選B 之前因為我要出國辦事情 所以把小孩拖給我 回去接他們的時候 他們居然不肯跟我走 他們說可不可以再多留一店 老家好好玩 我說不行 再過幾天你們就要上課了 妳必須要跟媽媽回家 結果他們馬上就搬出什麼 可是九九說還要再帶我們出去玩 什麼 然後就一直盧九九 九九在旁邊也很無奈 然後就看了我說 嗯 好了 好了 我再帶他們出去玩一天 這樣子 真的是超會搬救兵 受不了的 逼啊 我女兒有一次就是 想要買很多很多的芭比娃娃 然後我只是拒絕她而已 她哭超慘的 她就跟她說我數到三 妳又安靜 結果她給我哭得更大聲 我最後我就跟她說 我先進房間拿個東西 如果我出來 妳還在哭 妳就倒大門 結果我從房間出來之後 小孩不見了 我家的門是開著的 我追出去看 發現 她給我跑到隔壁的鄰居家敲門 然後要鄰居阿姨來主持公道 憑憑你 這根本就是 家醜外揚啊 超丟臉的 根據調查 多數QOL投給的B 找外人搬救兵 得票比例74% 你覺得正常嗎 好 好 多數選的是 找外人搬救兵 選A的比較少 請噴 好冷喔 怎麼會像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大家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